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10点 CBA辽宁男男传来坏消息 杨明指暴不住火 CBA正冠遭重创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下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还要说一下辽宁男男最近收到了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我们知道目前的在最新一场CBA常规赛里面那么辽宁男男也是迎来广萨队的一个挑战 那面对对方的一个很强大的攻势啊辽宁队还是凭借着他们更强大的一个阵容呢 以及更稳定的一个发挥那么最终的赢下了本场比赛一个胜利 而对辽宁来说那么目前的也取得了三连胜并且的积分榜了已经回到了榜首 所以呢从目前一个整体情况来看那么对阳明而言的似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消息 包括在赛后那么我们也看到了阳明呢其实呢也是重点去表扬了辽宁队这边的一个整体的 表现 并且呢也肯定了球员在场上的一个拼搏 并没有在这一次采访当中的去批评球员或者说哪个球员不行 但实际上我们回顾本场比赛可以发现了 其实阳明尽管说没有提及啊但实际上有一个球员的表现确实是相当低迷 相当一般的 就是赵继伟 回顾本场比赛可以发现那么赵继伟呢如果说啊 抛除其他两个在垃圾时间出场的球员呢 他是在10个轮换球员里面的出场时间最少的一个阻力 而且呢他会作为三大核心之一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 毫无表现基本上呢还贡献了几个失误 对这样的一个糟糕表现的对赵继伟而言呢也确确实实呢是不应该的 毕竟呢他作为啊辽兰这边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之一那么在郭二伦不在的时候呢他也起到了一个重大的作用 结果呢到了本场比赛他却拥有着如此糟糕的一个表现的话那么对杨明而言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所以杨明尽管在赛后采访当中没有去指责赵继伟或者说什么但其实呢他这一次也是只包不住火 赵继伟低迷的一个状态呢很多球迷也已经看见了 对辽宁来说那么对整个这个球队对杨明而言呢如果说接下来赵继伟的一个状态 还不能够得到一个调整的话 可能接下来郭二伦出了一些意外或者说 选择轮休的话那么其实辽宁队的一个整体实力呢 就会大打折扣 甚至会因此受到影响 那么最终呢还有可能影响到他们CBA争冠的一个局面遭到重创 所以呢其实对杨明而言接下来呢怎么样去调整好 赵继伟的一个状态显得相当重要 从目前来看那么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或许就是赵继伟现在比较疲劳 因此呢 疲劳的情况下身体不停使唤的话 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个失误 在此前呢其他球员呢也出现过类似的一个问题 包括广东队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特别严重 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对杨明而言反倒是不如呢让赵继伟选择一个轮休 在接下来好好休息一下 说不定的到时候满血复活还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因此呢那么接下来还是希望能够看到 赵继伟能够赶紧调整好状态呢 把他的一个状态给找回来争取 在接下来还能够带着辽宁队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